死了 好舒服 妳自己會盪嗎 不會 妳自己不會盪 就下來的時候腿 腿往回勾 然後往上的時候腿伸直 好嗎 有了 我還滿驚訝的 就沒有想到 在森林裡面做球線這個遊戲 然後我就覺得很像偶像劇 沒有想到 她是一個那麼浪漫的人 工作很忙嗎 去品嘗 比較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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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妳談戀愛怎麼辦 談戀愛那也會聊 就是這個 二 我去工作了 就比如說中午吃東西的時候 就每天只有中午可以聊 也不是 就是看 好巧 妳這個話說 很巧 那妳覺得什麼很加分 就說男生是女生 女生做什麼很加分是嗎 男生 我問妳肯定是問男生怎麼加分 男生 很照顧的人都很加分 沒了 這麼簡單 沒了 如果男生做菜 會做飯我也覺得很加分 因為我不是很厲害嗎 但是我覺得我也不想說 就是 就不會也沒關係 會更好 對 誰他想做的話 那就做了 這算不算被我旁敲 撤擊問了妳出來 沒有這個就是正常的戀愛 感覺兩個人都放鬆了 妳在瞪的時候妳在想什麼 我就想得很涼爽 然後咧 沒了 然後就覺得 妳推得真棒 然後咧 沒了 感恩 妳多說一點 謝謝妳 謝謝妳推我 沒了 很像偶像劇一樣 沒有像偶像劇嗎 還是對妳來說就一般般 妳的浪漫都很厲害是不是 我 對不起 只有我死在了 我沒有什麼很浪漫的 我覺得這兩個就很浪漫 差點翻過已經 要推一把嗎 好 推一把吧 謝謝妳 那妳覺得 鞦韆象徵著什麼 這是一個考我的問題 對 那妳可以告訴我 象徵著什麼 我覺得鞦韆 需要一個人坐著 一個人在後面把褲子推著 就相當於背後的人 好浪漫 當著鞦韆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說 兩個人的興趣 愛好 然後包括聊天 其實都蠻聊得來的 我覺得 她是我會喜歡的女孩 好 畫面真太唯美了 特別能戳到我 開心 我讓我玩一下 我讓我玩一下 好 她說讓我玩一下 不能連接 二十三歲就是這樣子的 玩 玩心很重 換我 換我 她是真想玩了 看出來 可以嗎 可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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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真的很厲害 你很適合在這裡 小時候 野人是嗎 你的意思是嗎 你很適合在森林裡面 你的意思是我是野人 感覺你在這裡活靈活現的 泰山 森林王子 對 在森林裡面做球箭這個事情 這個畫面 我可能會記的還蠻久的 因為還蠻浪漫的 它讓我更進入了 這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我覺得它很像這裡的一部分一樣 能夠感受